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是一個突發新突發的消息 由於現在是野心了 凌晨2點多 美國時間當然是下午了 我想跟大家說 正式蓬佩奧代表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了 香港不再是一個 高度自治的地方 香港不應該享有 特殊的地位 以及免關稅待遇 即是說 蓬佩奧直接宣佈了取消香港關係法 香港 理論上是要跟大陸的城市看齊 這件事是 最新的突發消息 當然其實已經整個小時了 由於我們工作人員 都已經睡覺了 所以我即時錄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張圖 就放上去 Youtube 當然大家記得支持錄部曲啦 我也不阻大家聽這個節目的分析 這次可以形容是 美國 向中國 拋出的 第一個駐馬 但是這個駐馬是不是代表End Game 肯定不是 原因是美國跟中國 正式決裂的開始 因為以往 兩邊其實都沒有 想直接對壘的 當然中國那個 那個做法 是很有挑人性的 尤其是他搞香港 那麼我們節目也分析過了 現在中國 基本上沒有牌可打 剩下 其實他以往 想搞的地方 例如南韓 不讓他部署撒得導彈 但是他失敗了 他只能夠向他 那個 在中國有生意的樂天集團出氣 樂天集團也退出了 他沒有辦法 退出限航力 搞到韓國 少了很多大陸客人 但是韓國一樣能頂到 因為韓國不只是靠你 大陸人來光顧 好了 他想搞台灣 現在美國基本上站在台灣後面 你 共產黨無論怎樣也好 都不敢 動手 因為你動手 意味著你等於向美國宣戰 當然 共產黨是不是真的不敢打呢 未必 當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可能他就要打一仗 當然現在 暫時沒有 走投無路的跡象 另一方面就是香港 在去年爆發 反送中運動以來 香港也是大陸 的心腹大患 大陸無論做甚麼都搞不定香港 疫情 只是 暫時冷卻了香港人 那種反抗情緒 當疫情稍為過去 現在香港人就出來了 這幾天的表現 可以告訴全世界 我們香港人 是會奮戰到底 你無論立甚麼法都沒有用 你 有本事就派解放軍下來 直接亂槍掃射 當然 如果他這樣做 我相信 全世界的聯軍是會出動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接受到 在香港 一個這麼和平的地方 竟然會 由中共政府派人出來屠城 當然中共不敢做啦 這個是無天下之大不韋 因為大陸的人都會心寒 你香港人 佼佼鎮 是不是可以要屠殺呢 現在我們在搞甚麼呢 我們只是爭取我們要的東西 就讓你們 無憾 就讓你們老運 好了 現在這次 可以說中美是正式決裂 以往也不算 這次一決裂 第一件事 香港 可以 我敢說 就是 如果真的要開打 香港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源頭 當然 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源頭就是 克羅地亞大公 塞爾維亞大公被殺 在奧空帝國 應該是奧空帝國大子 在塞爾維亞被殺 引發世界大戰 這是第一次勾戰 那麼現在 香港 中共竟然 因為搞不定香港 要在香港 押殺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是全世界的地方 不是只是你中共 是你中共控制 但是全世界有份 你想單方面消滅香港 或者在這裏做任何 反人類的罪行 全世界都會和你過不去 現在美國站了出來 和你直接 撕破棉皮 直接決裂 中美一旦決裂 其實我們可以 可想而知 美國是很多派可以打 這次 只是檢討一個 關稅問題 就是 以往美國 給予香港的優惠 有甚麼優惠 例如稅務優惠 例如入境 可能 當然入境大家都要簽證啦 大陸人要簽證 香港人簽證 但是香港人 拿特區護照 未來可能過達 去美國也很麻煩 那麼當然你說 我不去美國就無所謂啦 是不是 沒錯的 你不去就無所謂 但是美國 是 緊握著全世界的經濟大權 美元結算 這個才是 最重要的那個武器 這次 香港的本來免稅的地位 現在沒有了 即是說 以後不會有貨在大陸做移運 運來香港就博免稅 賺的 那條數 香港沒有了這條很大的收入 因為轉口 沒有了轉口的收入 美國一做 全世界都要跟的 歐盟 澳洲美加 澳紐 日本 南韓 是不是 非洲 可能非洲不用漸稅啦 這個全世界的轉口貿易 當然香港佔了一個比例 現在當然是 減少了 但是這個 也是 接下來的赤字 或者那個預算是會構成很大壓力 對於接下來的香港的財政 好了 第二步 就是講金融 當你這個 變回普通一個國內城市 你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會大跌 你的價值就會大跌 港幣還能不能守得住聯繫匯率呢 因為美國 是 可以有權 不讓你掛他 技術上 你擁有足夠的美金 而你發行又不多於 你手上持有的貨幣的話 那你是理論上可以掛的美金 不過美國是美國 為什麼美國是美國 因為他是大小的 他可以禁止你使用美金 當美國只要 出這一招 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 大陸即時經濟崩潰 只要禁止香港用美金 不過這招是 絕殺來的 等於一個 核彈來的 美國是不是會隨便用呢 我覺得未必會 但是他可以隨時用 他不會隨便用 但是他可以隨時用 這就是核彈了 因為如果美國禁止香港 整個地方用美金的話 麻煩你 以後你不准用美金 香港的銀行 即時廢武功 匯豐一元也不值 中國銀行 斗令也沒有人要 中銀香港的股票 斗令也沒有人要 因為你手上的東西 不可以換美金 當你 香港 那些港幣被迫住 只能夠換其他貨幣 換不到美金的時候 你對其他的幣值也會大跌 因為沒有人再相信你 你手上拿的美金 你也要被逼換出來 這個是一個 殺著來的 當然可能對美國也會有影響 因為香港拿了那麼多外匯 但是 美國不在乎 因為他的體系 是比你 大了很多倍 你拿著多少錢 拿著幾千億美金而已 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口就吞了 是不是 你中選中 就算中國拿著3萬億美金的外匯儲備 也是一口吞了你的 在外匯市場 三萬億不是大數目 當然你是國家的儲備就是大數目 好了 所以我認為 美國是有一招這樣的殺雀 當然 除了美元 這個 那麼厲害的武器 還有軍事 基本上美國 的美軍就在南海 已經是磨拳賊 等著你動手 我認為美軍是在等著你動手 那麼當然 這個是我們的估計 我認為這次 中美正式 決裂的時候 對於我們香港抗爭的形勢 不是小好 而是形勢一片大好 這次 我認為我們真真正正是有希望 老實說 我又去年我們做節目以來 六月份到現在 我是 一直以來都是患得患失 覺得 怎樣打贏中共 怎樣打贏這場仗 一直以來 我們都很籌 很籌取 很籌取門 其實一直都很熟 但是這次我是真正看到希望 是真正看到 我們勝利的曙光 終於出來 原因 美國 終於 給我們上他的截車 香港人 我們 這場仗 必勝無疑 先說到這裡 一會 我要睡覺 因為現在兩點多 明早起床 跟大家繼續分析 拜拜